那么说灵光 小寒大寒期间啊 这两个节气 应的一个月 就是这个灵光 灵光之意或语或求 这是杂光传 那么 这个灵 就是给予 光就是索求 之前家里人 有个被坑了 那么我测的就是这个灵 就像求 给予在先 至于八月有凶 就从这个 这不是 十二月吗 然后走走走 圈阳然后右边圈阴 到八月 就凶了 眼睁睁的 看着就像两个眼睛 就看着 没有了 那么这个灵呢 就代表清灵现场 领导 因为阳 代表能量 代表领导 这是一种 那么还有呢 在上位的是领导 坤卦是柔顺的 就顺从着下面的民主 不断的 消亡 大来 这样 也是一种理解 都对得上 那么灵呢 指的是 是 不断的变大 壮大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至于八月有雄 说完 圆横立真 可见这个挂 是挺好的 对未来 可期 非常好 太 马上就变太了嘛 那么 弦灵真集 初遥 这是一个初心呢 所谓 诚意正心 你领导 有这个心 人民 有希望 那么就是这个 初心 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是羊的 那不然 后面 这个高楼啊 越高越危险 所以说这个根基很重要 然后 闲林 还是闲林集 无不利 前面是真集 就是你补了一下 测了一下 是很好的 你都不用测 在心里 坚持这个都是如此 那么这个就是 开始行动了 九二 见龙在田嘛 没有什么不好的 即使他不当位 也是在中位 下挂的中位 那么 肝林无忧力 即优质 无救 这个肝 听起来好像 很好 肝美 早早的 就阴了 就不努力了 享受了 那就不好 他还是在下挂 不是上挂 你就吹上弓手 那不是你的 要做的事情 这个事 在人为 要一起努力 所以 你如果 忧虑自己的这些做法 至少你没有能力 配合下面的羊 一起来 那就好 那么 那么 智林无救 这个就 有跟他相应的 这是一级 他当位又是一级 就像上位的领导 秦林了 到了 称政的 这个 上挂的 这种局面了 所谓秦林 好 那智林呢 大军之一级 这是在军委 也有相应的 那么 这个 就像 智 像一个智者 知道这个整个的形式 非常好 那么 敦林呢 就像一个忍者 就最高位啊 通常是凶的这 集 整个挂都说 很好了吗 人在前 智在后 中华文化 他是 显然藏制的 这个人心 初心 发心 最重要 这种事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